大家好,欢迎观看轻盈小酌的频道 在我栽种Rose,绣球和多年生和一年生草本植物的六年中 有几个让我感觉愉悦,表现非常好的品种 月季之中唯一入选的是戴尔巴德的花公纳 它的整齐开花效果很出色 无论是在春夏秋 春天开花效果好的月季比比皆是 夏天开花效果好的Rose就没有几个了 秋天开花效果好的Rose也屈指可数 因为秋天是衰败的季节 Rose的病害在秋天最严重 不打杀菌药和杀虫药 不遮阴不避雨,在春夏秋都能开花整齐 花香浓郁的Rose,我所知的Rose中只有花公纳能如此优秀 它的耐热也比较出色 即使在炎热的地区也会是最出色的Rose 在炎热地区,蜀维草是花园中经常运用的多年生草本 在这其中,墨西哥蜀维草是最优秀的一种 因为它有紧凑浓密的官府,直立性在蜀维草中属于较好的一种 它在摄氏25度的5月就有健康紧凑的姿态 一直保持到11月 在9月中旬开花到11月 花色让人感觉清爽 我栽种这三年几乎没发生过病虫害 如果让我选一种最佳花卉植物 我会说是西叶美女鹰 它从春天开花到深秋是花园中不可多得的钱牌或者铺地植物 高度大约20多厘米 花色有白色紫色和担子等 都是花园中作为基础的色彩 它的维护也很轻松 这几年没发生病虫害 美女鹰耐热出色 夏天40度也开花不断 最后一种是一年生的波死菊 它耐寒不好 这一片是自播的能自播是很大的优点 不但省缺了自己播种 而且自播的花卉更有天然去雕食的美感 我希望收集更多自播植物 目前有波死菊、百日草和紫苏 美女鹰、墨西哥、鼠尾草和波死菊都是灵类品种 地仔几乎不需要维护 也没什么病虫害烦扰 它们都是开花性极好 花期很长的花卉 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凉爽的秋天 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 又或者是烈日暴晒 它们都是表现最好的 波死菊是一年生不存在耐寒方面的问题 墨西哥鼠尾草莓女鹰在耐寒酒区 冬天摄氏零下五度 过冬煤压力 如果是温带地区栽种 需要了解耐寒性 以上四种花卉都是花园栽种 能给人带来最多美好体验的 它们是亚热带和热带最佳花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热带最佳